曲名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這場主持人Kirby 人稱胡子哥 頭巾是本體 我們這場要為大家帶來的是獎助金的成果發表 在講獎助金之前我們應該先談一下GNV GNV從2012年開始發起到現在2018年經過了六年的時間 我們發起了三次的GNV年會 三次的獎助金還有大概三十餘次的黑客松 六年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 它是一個把型男轉換成現在中年大叔的一個概念 當然這個型男也不是白白的犧牲 我們從一開始的中央政府總預算視覺化專案 然後開始我們登台一呼說 我們大家這個東西沒有人做怎麼辦 沒有關係 沒有人就是你啊 結果就誕生了非常多的專案 這邊都是非常擅長做專案的朋友們 一共舉辦了32次的黑客松 551次正式提案 三百個坑主三千多次的參與者 聽起來很棒 但實際上總是事情並不會像我們想像那麼美好 總是會有人撐不住 那這時候該怎麼辦 這些人可能是因為比如說後繼無力啊 或是因為網站需要資金等等的問題 這時候呢 揪鬆七人眾就跳出來了 這七個人可能是我們在長期支持黑客松的一些夥伴 那我們構成了一個叫做臨時政府揪鬆團的一個團體 它本身也算是一個GNV的專案 那主要的任務是來支持黑客松的舉辦 那在後期也開始召開了這個GNV公民科技獎助金 那到目前為止已經辦了三屆的獎助金 有一百八十個提案 發出了大概八百萬的獎金 那大家聽到這邊是不是覺得非常心動 我們已經在準備下一次的獎助金了 那十二月一號到三十一號 報名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關注獎助金的網站 那我們先回到這次的主題 這次成果發表是二零一八年的 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 那我們辦這個獎助金 並不是靠我們就中團的少少幾個人就可以辦起來 我們在這邊也要非常感謝我們的合作夥伴 包括聯合報器院景工程 中號電源信還有AppWorks 還有Yoyo卡公司 以及我們的協力夥伴開放文化基金會 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忙 我們在這邊是沒有辦法做成這個獎助金的 那因為他們的幫忙 所以我們在此呢 我們終於最後選出了六組的決選團隊 其中甚至有兩組獲得了 包含像是聯合報器運勤工程 還有中華電信的加碼獎 那在場今天我們也有一些合作夥伴有到現場來 那我想請他們上台為我們講幾句話 順便幫我們頒發給獲獎團隊的加碼獎 我們是不是先請到 聯合報器院景工程的策略長和政中和策略長 我們掌聲歡迎策略長 大家好 新朋友們好 舊朋友們 老朋友們 先恭喜GTV還有今天獲獎的團隊 為什麼聯合報院景工程會站在這裡 聯合報院景工程它的終止就是努力讓台灣更好 我相信跟今天GTV推動的公民科技的目標是一致的 科技是可以為惡也可以為善 為惡就是以假新聞 最近大家討論最熱烈 所以我們上次加碼獎給了這個 我們希望這個公民科技獎 能夠未來真的假的來 這個团隊 這一個團隊 今年我們給的這個團隊 就是陸更平的團隊 我們願景工程一直注意 台灣交通公路正義 行的正義這個主題 我們能去做兩次主題 所以今天我覺得這個團隊 這個主題跟我們非常的密合 所以我們加碼獎給了這位 我們希望這個公民科技獎 能夠未來走得更遠更長久 大家一起努力讓更多人可以參與 謝謝 我們請陸更平團隊到台上來 謝謝 OK 我們感謝陸更平跟院子工程的策略長 接下來我們想請中華電信的科長 曾智民科長來為我們說幾句話 順便頒發加碼獎給植物辨識圖鑑 讓我們歡迎曾智民曾科長 我們主持人還有我們在座所有的夥伴大家好 中華電信非常高興能夠參與這項活動 中華電信是在民國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在八二十二迷化以後 我們就正式啟動的推動我們中華電信 善進一個社會的一個歇少活動 中華電信平常是在做一家自通信的公司 可是我們很希望的是 我們除了建設硬體之外 這些硬體能夠好好的去發揮 所以這次我們的贊助案子 我們非常高興 剛才我們看到的 我們的案子 我們的APP是叫做智慧辨識發揮圖鑑 我想很多人手上 或許已經有裝了形式這樣的一個軟體 可是這樣的軟體 並不是台灣本土是以開發的 所以我們在辨識的時候 經常會以言的隔閡 譬如說今天早上我在故宮的時候 我看到一棵樹 我把它造下去 它跟我講說這是雞蛋花 可是我們對這種花 我們在台灣的名詞是 它是叫免芝 所以像這樣子 我們自己台灣有很多的延伸植物 可是我們沒有自己的 自己本土的一個辨識的 一個植物的辨識系統 這是很遺憾的 所以我們很高興中華電信 能夠講出這樣的一個智慧辨識 華為圖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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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感謝中華電信課長 還有植物辨識圖鑑團隊 接下來就把時間留給團隊吧 我們直接進入團隊的成果發表 我們接下來第一組是植物辨識圖鑑 剛好就是他們 我們掌聲來歡迎我們的植物辨識圖鑑團隊 好 大家好 拖螢幕 好 有了 可以的 好 大家好 我們是用人工智慧的技術來做植物辨識 一開始先從大安森林公園的花卉出發 這是我們最近一次的人工智慧訓練的成果 可以看到大概經過六萬次左右的訓練 訓練資料的準確度達到97.2% 驗證的資料也達到85.2% 這是我們已經有拍了85種花卉的成果 這是我們專案網站 裡面有App下載連結 可能已經有些人下載 我們非常希望大家都可以下載來玩看看 做這個專案的時候 其實最多朋友跟我推薦的就是剛才 中央電信有提到的 有一款App叫形色 那他們也做植物辨識 所以中國有形色 那你們還要再做這個專案做什麼 我們有些不同的地方 有些優勢 第一個是我們辨識的方式比較簡單 第二是我們open data 以及open source的好處 我們後面慢慢提 首先是我們辨識是不需要拍照的 你App一打開 它就開始辨識了 因為我們是在手機上直接做離線的辨識 那我們做open data的好處是 未來可以串聯各個不同的資料平台 那譬如說今年 台灣人工智慧學校 第一期的學員有一組 期末報告做的羊蹄家屬 這個特別的職務 那他們針對三種羊蹄家屬 底下三個種 在台灣各地拍了許多的照片資料 我們知道這個專案之後 覺得這些資料非常珍貴 所以跟他們洽談之後 他們也同意用開放授權的方式 一併釋出 那我們今天已經一起釋出這個dataset 那其次是我們跟inaturalist 這個具有學術背景的機構 有開始有些合作 那inaturalist是一個以自然觀察紀錄為主的 有社群也有app跟網站 那因為他們也是open source 也open data 所以我們在很多理念上是很match的 今年因為有嘉義大學一位林正道教授 幫這個app做了介面中文化 所以他也建了一個臉書的社團 叫inaturalist Taiwan 那鼓勵國人可以使用 我們自己也非常期待說 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用他們的app做植物的紀錄 然後上傳到他們的照片的資料集之後 社群大家共同同意它是哪一種之後 這個照片就可以進入研究等級的資料 那未來我們就可以希望跟這些資料集 互相交流互相整合 那第三是我們是open source的project 那這意義是什麼呢 我們雖然是拿來做植物辨識 那它其實可以拿來做其他種的影像辨識系統 所以我們這個辨識系統裡面有哪些元件呢 首先我們自己有一個app 是可以拿來像錄影一樣連拍照片 同時間它會記錄一些相關的資料 譬如AR的比例池 我們自己的AI是從Google Tensorflow 這個平台上面建起來 model用的是MobileNet 輸出給iOS跟Android兩個平台使用 我們自己也做了salience map分析 那這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到左半邊是我們拍的照片 右半邊的照片上面的藍點表示是 AI它正在看的區域 也就是它重視的區域 所以AI其實是可以知道 在一張照片裡面花是重要的 花附近的葉子是重要的 我們做這些研究是為了進一步的了解說 如何讓AR的這些技術 未來可以進一步的有效幫助辨識率的提升 所以這還是一個進行中的研究等級的課題 那我們自己當然最後也會輸出成iOS跟Android兩個app 大家可以看到你成功辨識出來之後 下面就會顯示出這個物種的名稱以及一些簡介 下面的這兩個都是Button Sheet 是用Web寫成的 所以只要你會網頁前段的技術 你就可以幫忙在這邊整理資料或是做各種排版功能 那最後一個小總結 有一句諺語說 如果你想要走得快就一個人走 但你如果想要走得遠 就要一群人一起走 所以我們這個專案非常榮幸 能夠跟這麼多的組織合作 尤其是荒野保護協會 從我們一開始提案的時候 就跟我們一直有密切的聯絡 非常感謝這些組織們 Open is Power and we are powered by GZero V 謝謝大家 OK 我們感謝植物辨識圖鑑 那我們關心完在地的植物 我們是不是來關心一下在地的語言跟文化 那我們來歡迎我們台語數位吃點補完計畫的團隊 來為我們做簡報 大家好 我是找台語教委找台語計畫 我是我叫郭嘉明 我的身分是軟體人跟台語人 我們是有什麼問題的 我們先來看看 看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規範 我們台語已經接近要使用的程度 政府跟有資源跟我們做 我們台語是最做的 其他的資源又很多 我們翻頭回來看 我們是要怎麼學一個議員 聽說託書是一個基本的能力 學議員一般是為我們簡單的日俗開始了 如果連日俗就不會學 像我們小時候都是為簡單的日俗開始了 如果不會學是要怎麼學 一般我們要問老師 不是老師那就是專業的家長做一個老師 如果沒有問老師 一般他會自己去找書店 如果如果老師不會學 基本上他也是去找書店才會資料 我們教學部有做一個台語的 當用書書店 他的名字叫當用書書店 台語有兩萬六千的日俗 我們一般對這個收集比較沒感覺 我們來看看幾個例子 看他到底有什麼相用 我們每天在騎的自動車 我們在郊佛的台語書店裡面 我們沒辦法騎自動車 我們最愛吃台灣人最愛吃的肉色飯 這個肉色和肉色飯 我們到老婆書店裡人 沒辦法給你吃肉色飯 很可憐 再來最重要的 我們台語老師 最愛他要教他孩子 要怎麼叫他自己的台語名 你上面也沒辦法查到 這樣我們到底是要怎麼叫台語的 真的是黑人問好 我們到底要怎麼做改革 我就來做這個找台語家圍 我們家圍有幾個重點的特色 我們分這五大重點 我們來解釋一下 我們日出資料多 我去政策10分的文献資料 全部加起來有差不多要31萬筆的 台語文的日出資料 真的很多 我把他這些資料 過去的資料 他沒有標準化 我把他做標準化 他文献我們過去最多八位字 還有夠有沒現在推行的 樂麻糬 讓我們都有做標準化來處理 而且我們有做一般 文字書用的unicode 價值 也有一些人沒辦法用台語思維法 他只好用那麼簡單 演藝鍵不可以修理的那種價值 都有可以用 而且我們把這些資料 過去很多資料沒有受益化 你沒辦法用鍵我去找 讓我們整理好 這個用這個很簡單的CSV價值 大家人都會用 公開在技合的網站上面 而且我們把他全部的資料 來玩都把手段處理好 用CC的手段來開放 最好 資料一般人可能沒什麼要利用 我們再交付款 我們有做兩個產品 三點的書店網站 和一個書店的APP 讓你一次可以找 這30萬日的台語的日出 這是我們家會半年以來的一些流程 我們簡單說 我們有兩個重點的性格 前一的 我們有把這些台語的日出資料 就是剛才說的這些資料 都放在技法上面 我們這裡有最小的審査說 我們這裡的稿粉 如果要整理出來的稿粉資料 中國的日出的數量 加起來差不多要31萬筆 夠油包的只有2萬2千筆 這才差很多 我們上面有的價值和相關的說明 都有審査在上面 你如果要輸用一般人都沒問題 我們今天有做一個 找台語的網站 讓你裡面一般的人 你這裡去找 看你要用台語的蜜蜜 發揮你的漢字 還是英語都有辦法找 找到你要學的日出 也可以跟來這裡討論 我們還有做一個彭哥辦的APP 不用拯忙 不用拯忙就可以輸用 速度很快 你看看 我們這裡的機車可以騎 媽媽我總算有機車可以自己去買文工餐 不用拯忙 未來發展 因為我還有做一個 open source的專案 打台語的修理法 未來這些修理會增加在一起 讓我們的修理法更加好用 再來改進 收集這些日修資料庫 接下來會越來越多的應用 由這些日修出來 接下來簡單介紹 我們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邀請大家 來做產物 講給我們的資料 好 感謝老闆 OK 我們感謝找台語 整理資料並不是只有字典的專利 我們也可以整理人的資料 讓我們來歡迎下一組 台電敦青木林 追追追專案 來 我們掌聲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台電木林金大解析的專案發起人 我叫田鈞陽 那在我報告的之前呢 我先講一個小故事 就是在10月1號的時候 我們高雄發生一期搶案 那這一期搶案呢 跟我這專案有什麼關係 大家可以後續回去想一想 思考看看 這個專案就是 有一個年輕人 27歲左右 他拿著玩具手槍 跑到了銀行裡面 那去搶了50萬的現鈔出來 那四天之後 警方已經把他繩之以法 但在我們這個國家裡面 發生了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拿印章搶國庫的狀況 那我或許用詞比較強烈 但是大家可以思考 我待會兒說的東西 是不是如我所說 大家可以共同去檢證 台電一年編列了 將近30億左右的木林計畫 那30億是什麼概念 30億是立法院一年的年度總預算的金額 那光台電一年光補助案 就編列了30億的木林計畫 那這30億呢 當我們團隊面臨這麼大的數字的時候 我們該如何去解析 去看出其中的每桿 跟到底中間有多少明代 跟明代的親屬 或者是公費助理涉入其中 那這是目前台電的公開資料 那當然就是沒有揭露 我剛剛所講的狀況 那補助款到哪個協會 做什麼活動 金額通通都有名列在上面 那大家都可以去看 但是獨獨缺少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的 沒有明代 也沒有明代協助轉送的補助案 那這專案很簡單 錢、人跟金流 那我們建立了公開的網站 讓大家可以查詢 台電這每年的30億計畫 到底有多少的比數跟項目 是進到立委個人的協會 跟他關係人的協會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看 我們 這是我們還沒公佈的結果 那這個是我們專案爬出來的資料 那這一張 頭影片很簡單 兩個字 藍綠的委員都在其中 那其實細目都可以看我們的網站 都有公佈了 那講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最大的問題 就是當藍綠都有色錄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很難解決 好 那這個是某一位立委 他10年來申請的補助金額 總共是160萬 那這個也是 這也是一位經濟委員會的委員 他近年來申請的補助金額 那也有發現呢 就是不只一個協會 立委擔任數個協會的負責人 那同時也向台電跟中油申請補助金費 好 那在這邊我做一個小結 就是我們發現 不只有藍綠 還有一個超越藍綠的存在 好 這是10年間 應該說是中部一位 立法委員 那大家可能會 就是中部 算中部重吧 對 就是他們家族的基金會 那我這邊是講說 他們是超越藍綠的存在 因為這個金額是 10年來我們統計最大的 總共是1億6千萬元 對 好 那接下來除了立委本人之外 我們還找到了關係人 這邊的話是立委的兒子 那他也是擔任他的公費的辦公室主任 那同時擔任協會的負責人 也向台電跟中油申請補助預算 那另外這邊的話是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 大假媽這個部分 那另外的話還有立委的配偶 也發現有同樣的狀況 好 那最後呢就是 在我專案提案之後呢 我們還增加了一個就是 政府議長 那我們也有發現 各縣市 22個縣市裡面 有44位政府議長 那也有部分的政府議長呢 也在台電的補助金流裡面 好 那最後我們會想說 是不是 不是天經地義嗎 其實不是的 這是立法委員行為法裡面規定的 立委只要針對他個人 跟其其關係人的議案 必須要迴避審查跟表決 那他在行使職權的時候 不能對於個別團體 有差別的待遇 好 那這是我們的團隊整理的資料庫 我們蒐集了最完整的親屬資料庫 那比較特別的是 除了公開資料以外 我們也有蒐集了 立委公費助理的助理名單 那特別也針對這部分進行排查 好 另外我們也取得台灣 算是內政部最完整的 9萬筆的非營利組織的公開資訊 那動態的更新這些協會的負責人 讓我們的資料都是最齊全的 那最後呢 我們是要講一下這個專案的未來 就是我們也有發現 除了台電以外 其實中油 各個國營企業都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未來會針對 油電糖水 這四個國營企業的補助款 進行深度的追蹤跟追查 那未來呢 這個是專案的未來的方向 那最後呢 也謝謝GNV 讓這些未曾公開的 金流資料 能夠有機會 呈現在公民的面前 好 謝謝大家 OK 我們感謝台電追追追 一年31真的是相當龐大的數量 可是其實我們現在在社會上 還是有很多人沒有家可以去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關心他們一下 我們接下來專案 吳家哲小幫手 就是來為我們做這個關心 我們看他們如何使用公民科技 去整合一個線上平台 將物資跟街友們 從事整合到那個平台來做支援的節省 跟讓物資更有效力的發放 那我們掌聲歡迎吳家哲小幫手 好 謝謝 謝謝這次有機會 可以跟GNV的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這個關於吳家哲的計畫 那其實我們要做的計畫其實是 幫街頭上流浪的人 做一個可以整合他們 有人送物資的日曆 所以我們要整合很多資料 那我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沒有資料可以整理 因為從來沒有人去寄說 就是誰在街上送了什麼物資 當然街友也不可能去寄 所以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去問街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等一下看一個影片 那在這裡面其實就是很多在街頭上的無家者 他們所面臨到的情況 就是有時候很多人發便當 有時候沒有人發便當 其實在街上也有很多發便當的團體 然後也有很多教會在做公餐 就是很多非你組織在公餐 所以很多時候到街上的時候你會發現 你發便當的時候有人先吃飽 有些人沒有吃飽 好 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 其實在最近是剛過中秋節 那中秋節的時候 我們夥伴就是上街去訪談 訪談無家者 結果在訪談的過程中 就短短兩個小時之內 就五個團體來發便當 有人發粽子 有人發月餅 有人發柚子 發各式各樣的東西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大姐他們手上就拿了四個便當 這四便當 最後大姐一個都沒有吃 因為都錯 她最後根本就吃不下 可是她不好意思 她就拿了 所以有很多 有個青年來發便當 然後就是那種free hug 然後她也跟她 就是擁抱 有獅子會來發便當 就跟她合照 然後最後跟她便當一個都吃不下 那這四個便當最後就酸掉了 可是 這樣之後是不是給那種感覺就是 街上的人其實不需要發便當 他們其實不匮乏 其實也不是 而是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在於 整個資訊非常的不對稱 就是很多人來發便當 可是很多人發的時間 其實並不是很完整的供給上 街上有需要 就是台北吃飯的街頭 大概有100到200人 然後早餐跟午餐的供給其實是接近於零 大多數人在晚餐發 也不難想像 因為我們下班時間是晚上嘛 所以能做好事的時間就是在晚上做 然後晚上的供給 可能每個天 每個週大概有 假日的時間是比較少的 所以 在這樣難以整合 難以預期的情況下 其實你很難去鼓勵人去 街上去發便當 為什麼 因為這個發的過程中 你會常常跟中秋節 跟人家撞在一起 其實逢年過節 寒流來 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想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就開始去做了這個網站 其實網站很簡單 就是跟前面的夥伴相比 我們就是這個好像幾乎沒有 太複雜的技術含量在裡面 它就是一個網站 大家像Google日曆一樣 大家可以開放大家去登記 那我們接著到現在 大概整理的物質大概是2700多份 這可能不到整個街上物質 大概所需要的十分之一 所以在整個宣傳上 其實我們都還在努力 那這是大概現在的一個流量 但是在這個網站開始之後 我們現在開始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可以開始去說 可以鼓勵大家 把自己剩餘的食物拿過來 因為很多人會在假日的時候 去傳訊息到網站說 我現在辦活動 有剩的便當 那我可以拿給你們嗎 可是我不在台北啊 所以今天大家 他就可以自己去做這件事情 他只要知道 他不會跟人家搶碰 那他整個街頭上的 整個銷售體驗 整個去送便當的體驗就會改變 以前送的時候 你可能發現 隔天要是被你 不小心發現你的便當 出現在熱送裡面的時候 你可能下次就覺得說 我再也不要去做這件事情 你覺得街上的人 非常的不珍惜你的愛心 可是現在你就可以 開始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也不再會去 就是去傷害街上的人 不會覺得說 他們是一群不好的人 他們是一群不值得被幫助的人 我們在發送的過程中 不斷地可以看到 我們在發的時候 就有人跟我們講說 你不要再發了 他們這樣這群人 是不值得被幫忙 因為他之前 來送便當的時候 就看到有人 就是不去珍惜他的便當 或者是 我送了一個自己的便當 可是他只挑雞腿 就把他吃掉 可是在這個機會 我們就可以讓 大家這樣的資訊 不再被 被誤認為說 這是他們是一個不好的人 然後在過程中就是 這件事 這個網站怎麼做 其實我們就是跟 很多 我們自己去 派了一個小小的街頭鬆 就是讓工程師 設計師 一起來做這個網站 我們做了兩次 一次是 做了第一個版本之後 去跟很多NGO討論 實驗之後 我們又做了第二個版本 那 在這個 其實這個網站 它就只是一個起點 因為 我們在做了網站之後 就發現第一個問題 街友看不看得到 那今天大家 很多人來發誤只能看得到 可是街友自己可能 本人可能看不到 所以他可能需要去改善 街頭的很多基礎設施 那第二件事情是 那今天在街頭上的人 他可能 有時候會在台北車站 他有時候在萬華火車站 他有時候可能跑去淡水去 去工作 可是 我們的網站 可能沒有這麼多的地點 所以慢慢去跟上 大家的生活節奏 所以 其實有很多進步的方向 然後這是我們在整個過程中 就是有合作的NGO 就是慢慢去整合大家的資訊 好 那這是我們這次專案參與的夥伴 也感謝大家的參與 然後讓這個網站可以開始發聲 謝謝大家 OK 我們謝謝那個 五家者小幫手 那看到他們的簡報 會讓我覺得說 其實很多事情 公民科技技術的部分 只是一環 最重要的還是藍的部分 那在場各位 是不是很多都是 都是勞工 那有沒有碰過過勞 或是超時加班 違法的一個狀況呢 我們接下來這個專案 要從一個最基本的東西 就是你的排班 來幫你檢視 看你平常在工作的時候 是不是有碰到一些問題的狀況 好 讓我們掌聲來歡迎 班表小幫手 嗨 大家好 我是班表小幫手 這個專案的故事 要從去年12月開始講起 那個時候應該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位台鐵司機 那個時候過勞時 那他那時候是39歲 那有一些媒體 有媒體把他的頒表挖出來 視覺畫在右邊這邊 綠色的部分 是他上班的時間 那可以看到這份頒表 其實看起來蠻可怕的 就是公時很長 然後上班時間 就分散 就是零零落落 日夜不太正常 那更重要一點是 這份頒表其實是一份過勞的 是一份違法的頒表 那因為勞基法公時檢定的複雜的程度 就是他其實有一套很複雜的公時規定 所以其實大部分人 其實沒有辦法一眼看出 這份頒表到底違法在哪邊 那如果政府有 如果說這個人 這位司機 在一開始拿到這份頒表的時候 他就有辦法自我檢測 然後他就有辦法知道說 這份頒表有違法 他是不是可以 即時去尋求協助 或是甚至政府 在這份頒表被纏出的時候 就有被通知到 他就可以即時抓到說 這份頒表其實是有過勞的危險 或是有不合法的地方 他可不可以即時介入 他是不是就可以 避免一些未來類似的 遺憾的事情發生 那實務上呢 其實這些事情 都是用勞檢員來執行這些檢查 但是不幸的是 勞檢員自己就過勞 那他們的加班程度 也是非常的誇張 那他們目前也是用人力 來檢視各家公司 各種複雜的頒表的 各種奇怪的時數啊 各種不同的格式 所以這是一件 非常耗人力的事情 那這次把這份頒表 輸入到頒表小幫手的時候 這個頒表的結果 那你可以看到 他會直接告訴你說 他在某個時段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違法了 那他也會按照 那個 衛福部過勞的判定標準 來提示你說 這份頒表其實已經符合 哪些過勞判定的標準 那你可能可以即時去尋求一些協助 或是可以成為你接下來 去跟你的脂肪討論的時候的一些立足點 這其實就是頒表小幫 所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提供 我們把原本很複雜的 勞基法的一個公時檢驗的界面 轉換成一個比較友善的界面 讓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公時記錄下來 你可以用手機像打卡的方式 記錄自己上下班的時間 或是你用 把直接頒表整份匯入進頒表小幫手 然後得到一份這樣的結果 就不會 這份勞檢的權利 勞檢的門檻 就不會再被卡在勞檢員 或是相關的組織或是律師身上 然後可以像是一個健康檢查的感覺 然後讓每個人都可以自我輕鬆的自我檢測 這樣子聽起來是不是好像就解決 當然不是 因為台灣勞工環境其實很複雜 像是台灣的住院醫師其實是不受勞基法的管轄的 所以他們有一套自己的住院醫師公時規定 這邊右邊這一份是某一位住院醫師的真實的頒表 那看起來比剛剛的司機的辦表還誇張 但是這份是完全合法的 那我們目前也在跟其他團隊合作 他們正在試著將辦表小幫手 就是fog過去之後 改寫成符合住院醫師版本的辦表小幫手 然後針對住院醫師的公時規定來做檢測 所以辦表小幫手其實是一個基礎的架構 它可以用在各種不同的 各種不同的相關的公時規範之上 其實都可以沿用過去 所以其實這就是班表小幫手在做的事情 它其實是一個法律自動化的架構 同樣的架構其實 將來不一定是用在公時檢測上 甚至可能其他很多法律的相關的規定 其實都可以這樣同樣的方法自動化來做 它本身是完全開源的 我們有提供OpenAPI 所以如果你公司有自己的打卡系統的話 可以就直接接上我們的系統來做檢測 那我們也提供比較友善的介面 讓公時的檢測不會是那麼複雜的事情 因為法律其實是一個活的東西 它會不斷的演進 我們也提供一個追蹤的系統 讓開發者能夠當相關法律有做修改 或是有相關函事被發布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及時知道 我們來繼續更新這一套系統 OK 那法律其實是一個 法律基本上是現在法治社會的一個基礎 所以其實這一點小小的改進 其實對於整個社會運作效率都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它法律範圍很大 它也會不斷演進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歡迎到這個網址 就是我們的網站 或是來跟我們的專案一起參與 就這樣 謝謝大家 OK 我們謝謝班表小幫手 那除了像是我們這樣的工具 可以檢測你的班表之外 那檢測工具還可以做什麼 比方說你開著車 然後車上放一個手機 震震震 我們可以來看看我們的馬路平不平 對不對 其實沒那麼簡單 這件事沒有那麼簡單 那接下來這個專案 要告訴我們這件事有多不簡單 那它怎麼去克服這個問題 不管是運用科技的力量 或群眾協助的力量 來做這件事情 好 讓我們掌聲來歡迎台灣路更平專案 大家好 我是台灣路更平團隊的David 那今天很高興來 能夠跟大家做一些成果的發表 然後我們這專案 顧名思義呢 就是希望透過我們專案 所開發的工具 然後在社群這邊去採集 大量的路平資料 進而能夠分享給公路機關 然後讓他們去做道路的養護的一些參考 那之所以會想要做這個專案 其實是因為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我們是土木測量相關的學習 然後在學校也有跟老師做過類似的研究 那從那時候開始呢 就對這個課題有一定的興趣 那接下來可能要問大家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你有沒有曾經遇過你家送來的披薩 或是你家送來的飲料 慘不忍睹的樣子 也許有 對 或者是你遇過更糟的情況 你在路上遇到坑洞 摔著車 必須要送醫 我相信或多或少 你或是你的周遭家人 都遇過這樣的情況 那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總歸一句話 就是台灣的道路品質不是那麼的好 尤其是經過很多的填補以後 就像貼狗皮膏藥一樣 很難看 也很不安全 那以往我們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處理呢 一般呢 我們都會打電話去不同的公路機關 要求他們去做一些處理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電話 連我都不知道要打給哪一個 第二個是你可以上網 然後透過他們的網路系統去通報 填一些內容啊 你是誰啊 Email啊 然後地點在哪裡啊 等等的資料 但是這兩個方法 或多或少 流程上或是時效上 都沒有那麼的好 因此我們這個團隊 希望能夠開發一些 快速簡便的工具 讓大家能夠去採集這樣子的一個資訊 然後提供給大眾去參考 我們團隊有兩個工具 第一個是我們開發的網頁的APP 你基本上只需要將你的手機 連上我們的網頁 做完簡單的設定 你就可以去做資料的採集 或者是你可以安裝我們的路頻盒子 在你的車上 只要你車子一發動 一上路 你就可以開始採集資料 那總而言之 我們這個團隊是在做什麼呢 我們這個團隊開發了兩個工具 如上所述 就是一個是網頁APP 一個是拍的盒子 再來呢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採集工具 去做到資料的回傳 能夠在我們的路頻展示平台上面 能夠去顯示所有的路頻的資訊 然後這些資料呢 我們也希望能夠共享給公路機關 不管是高工局 公路總局 或是地方政府的公務處 讓他們透過這個資料 來納入他們的養護參考 最後呢 希望這些參考 能夠變成他們的一些計畫 來進行道路的改善跟養護 最後這些成果 一定是回饋給我們的用路人 也就是各位 當你們採集過很爛的道路 被他們知道 有一天他會被修復 這就是我們最好的回饋 那 在我們專案裡面 我們挑選了大同區 來做我們這個專案的開發驗證 那基本上在大同區 我們大概 比較大條馬路 都已經錯過資料的採集了 然後也到現地去做過一些探卡 然後探看的發現 會發現很多地面都有所謂的人孔蓋不平 或是一些坑洞的情況 也再次驗證了我們的成果 是符合我們的圖台的資訊 那我們目前的專案進度 我們在全台灣已經蒐集 超過三千多公里的資料長度 然後已經有四萬多筆的 錄屏資料回傳到我們的Server 那我們目前專案 有跟呼叫小黃去做策略的合作 然後在計程車上面去安裝我們的排盒子 那另外我們也有跟公路機關 也就是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一區養護工程處中和段 進行策略合作 在他們的公務車上去裝上我們的錄屏盒子 那這個大概就是整個大台北區 到目前為止我們所採集的資料的範圍 那未來呢我們希望能夠擴大跟不同的公路機端 去進行洽談合作 然後做到資料的分享 然後以及公路車上能夠安裝我們的盒子 再來就是希望能夠跟派車業者 或是車隊去做策略的合作 然後擴大我們的資料採集 不只是大台北 也希望能夠普及到高雄南部去 那最後呢我們也是希望能夠跟一般 既有的道路檢測公司去做一些策略合作 然後參與他們的道路平坦度的專案 那最後呢我們期許能夠繼續做社群的推廣 然後希望用路人能夠積極的參與做資料的採集 那最後希望大家在收到你們的外送披薩的時候 是完好無如初的 那希望大家有機會能夠參與我們的專案 透過我們專案連結 能夠快速的用你的mobile去做資料的採集 然後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OK 我們感謝台灣陸更平 那在最後 最後我希望讓我們所有的得獎團隊 都到台上來 還有我們的合作夥伴也一起來 那我們來做一個大合照好不好 來來 不要客氣 很快 很快 一小就 那 再跳 一